外頭下著大雨 一名騎士騎著擋車 過路口後 停到路邊車格突然下車 接著竟然把機車放倒 後來又把車 牽到前面便電箱旁 疑似模擬自撞車禍 又把車放倒兩次 最後拿起手機 拨打電話報警 說自己發生自撞車禍 處理員警前往事故現場處理時 發現監視器影像於 報案人說法不一致 心絕可餘 這起事故發生在台南 安平區光州路 警方到場發現 機車確實有擦傷 但地上根本沒有刮痕 有夠怪 調約監視器發現 原來是自導自演 疑問才知道 23歲騎士在私人停車場 發生自甩車禍 但保險不理賠 才會一想填開 騎到大馬路 把車推倒 謊報自撞便電箱 當然這個東西 還是有機會嘛 還是有機會扯傷 場上這個被告那個炸保問題 全案徵訊後 依偽造文書最顯 寒送法辦 其實這道自演 自撞便電箱 假車禍 詐領保險 被警方誓破 不僅車要自己花錢維修 還被法辦 後悔已經來不及 記者賴關章王書宏 台南報導